每 pairing ceremonies 画面围推 paul 4.3 那因为他最初步在山崖洛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在今天早上有做初步的一个泄漏 又以为逆算出来 那楼环局将依违反空气、污览防之法第31条 Aaron May GOD 进行一个处分 因为他是第二次 所以我們有一個加成的處分就有累計 然後這次要處分的是新來幣20萬元 這個氣體最能力 這個氣體最主要是使用在半導體 或者是光電液的一個石刻的一個作業 就是一個電路板的一個清洗 那這個因為它是容易水 所以對人體的肺部和皮膚 其實都會算有一個傷害 所以這次只有一空污法 沒有一另外 對 其他法律 因為這次只有液散的一個部分 就是它在上方有剝裂 然後沒有液體的一個洩漏 也沒有流到海面 只是然後就是散布在空氣當中 那就依照空氣污染防治法 拆罰20萬元 那環保署和環保局有什麼 好了 要跟我們來講 目前處理一個請 那個在7點27分的時候 環保署的獨在應變隊的同仁 左偶A級防護衣 兩位同仁 一方面攜帶的紙械的工具 還有檢測的儀器進入現場 然後發現是有一個鉛筆新的一個裂洞 然後立刻用紙械的工具 進行了一個紙械的作業 然後在8點27分的時候 人員都平安的出來 已經完成了初步的紙械 那現在的話 業主也請同業主的人員 也是左偶A級防護衣 已經進去做一些加固的動作 讓潮體的洩漏的狀況 能夠保持在穩定 而不會任意的一個脫落 那目前的狀況是暫時的一個解除 那現在只要把 到時候業主就會進到現場 以潮車的方式 要進行一個漁潮 把這個裡面的青佛酸 剩餘的青佛酸 還沒有印散出來的一個青佛酸 抽到新的